柔佛巴西古当传出了有一名38岁的妇女怀疑在医院病逝 那怀疑是和毒污事件有关 如今当局正在鉴定妇女的死因 等到报告出炉之后 卫生部部长拿督斯李祖基菲李将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一切 而柔佛大臣拿督萨鲁丁也强调 州政府绝对没有忽视巴西古当的环境问题 接下来州政府将会把当地所有高风险的工厂搬迁到隔离区 作为改善当地空污问题的长期对策 昨晚一名患有哮喘病的38岁妇女 在柔州苏丹伊斯曼医院病逝引起外界关注 至于这名妇女是不是巴西古当毒气事件的第一名死者 这还有待当局鉴定死因 等报告出炉之后 卫生部将会召开记者会或发布新闻通知交代一切 另一边乡柔佛大臣拿督萨鲁丁表示 他从来没有忽视或是小看巴西古当的环境问题 而在近期内州政府也会制定精明的巴西古当建筑架构 希望能够改善巴西古当的环境污染问题 萨鲁丁表示当局会仔细研究当地化学工厂的建议 并且会把所有高风险的工厂迁移到隔离区 确保住宅区不受废弃影响 同时萨鲁丁说 州政府也会成立两组特别委员会 监督巴西古当的环境污染问题 往后每个月这两组委员会都会向州环境局 汇报当地的环境情况 可是连续发生两次毒气事件才采取长期对策 一些居民仍然不买单 其中一人就是这名小六生伊尔凡 他今天向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申请 希望教育部能将他转移到巴西古当区外的学校就读 不过张念群认为伊尔凡目前仍然需要接受心理和物理治疗 而张念群也会传达家长的诉求给卫生部 让伊尔凡接受正确和有效的治疗 NTV7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